诸位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福德 念佛是真正福德 你一天到晚佛号不断 大福德人 为什么是大福德人 往生世界这个福德还得了吗 不是大福德你怎么能往生啊 这个法门 是阿弥陀佛以果决心 究竟方便 教导我们了 跟一般普通法门不一样 普通法门是阴地心 求果地球 所以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的 从实信到实住实行实回向 神地等觉妙觉是这么样升上去 因心果觉 这个不是的 这是果觉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果觉 果觉先作为我们的阴地心 因果不二 所以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 就成了阿弥陀佛了 他的真正的一平 依靠 那依靠平均是什么 自信于土 唯心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西方净土 是从哪里来的 自信 所生 所现的 我们今天 用自信来念佛 所以 就超越这些层次了 41个阶级 不需要了 顿超 就成就 全行 弥陀一尘远海 六字鸿鸣 不可思议这 唯一神功德 我刚才说的 做这个意思 那么这些 离世 我们要能真心 所以这个法门 叫男性之法 那你不相信 他不相信 是正常现象 要不然怎么 叫男性之法呢 菩萨男性 声闻云觉男性 有时候反复倒信了 那反复能超越 声闻菩萨 当然超不了 他为什么能信呢 过去生中 曾经学过这个法门 阿雷耶诗里头 有净土的种子 这一生遇到了 把过去生中 把过去生中 种子又翻出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因 不可能的 无论初学怎么样的艰难 学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真心了 他说 阿雷耶的种子 翻出来了 如果是 救援这些学习的 这个阿雷耶诗种子 埋得很深的 与云属胜 有善友 有顺劲 帮助你 你过去叙事的种子 一定能显现 就接上了 这一接上了 也许在临终时候 一下翻过来了 那一接上就行了 临终神殿 他往生了 他往生什么品位 是下下品 很难讲 下下品是多数 也有上上品的上数 这过去生中修学 有关系 绝对不是一生成就的 又一向专念者 故人上敬行寿 下之神念 向上说 敬行寿 直 从发心念佛之日 终身念佛 从真正把尽宗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完全接受了 这就开始老实念佛了 和一天 念一天 敬行寿 直至 命宗之最后 一念 此乃其上之 其下之 未能祭祀 何因 张众 何以 四凡 未下 多念 这是讲究佛德 诸位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佛德 念佛是真正佛德 你一天到晚佛号不断 大佛德人 为什么是大佛德 我往生世界 这个佛德还得了吗 不是大佛德 你怎么能往生 一天到晚 念这句佛号 把你那个品位 越念越高 十六观经里面所说的 你将来往生 那个莲花的时候 越来越大 极乐世界 样样都相同 只有莲花不相同 为什么 每个人念佛的功夫不一样 莲花大小不一样 莲花光色不一样 最极乐世界人看得很清楚 这个莲花人还没来 先看到莲花 再切包吃看莲花 看着下来 哪个人念佛功夫不错 那个人念佛功夫差一点 他们在那里都看得清楚 莲花大 莲花光色好 肯定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很快 功夫用得深了 阿 祢 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